歡迎收看全新一輯警訊節目 Samuel Sir,全新一輯節目當然要有精彩內容配合 沒錯,所以今天我們會介紹警隊內的一支特別部隊 他們成立了只三年,而我身上的就是他們的服裝和裝備 而他們亦都是一支半軍事化的部隊 亦都是全亞洲第一支警察反恐巡邏部隊 反恐特勤隊 2001年,美國的911事件 2004年,西班牙馬德里311連環爆炸案 2005年,英國倫敦巴士地鐵爆炸案 2008年,印度萬賣的連環爆炸案 這些發生的恐怖襲擊 已經造成了無數人病的傷亡 近年,恐怖分子襲擊的手法 由以往挾持人質的模式 轉變為快速 以引致大量死傷者為目標 與此同時,還會透過互聯網 去散布一些偏激的思想 為了預防和處理這一類型的恐怖活動 警隊是特別成立了一支反恐特勤隊 警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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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 我們反恐特勤隊 其中一項最主要的工作 是要巡邏和保護 全香港的重要地點 當中包括了一些 大型公共運輸系統的設施 就例如現在我身處的鐵路站 我們的部隊 會採取一個小隊形式的高姿態巡邏 目的是要對恐怖分子 造成一個阻嚇的作用 以及防止恐怖活動的發生 而當我們巡邏的時候 我們會特別留意一些可疑的物品 以及一些不尋常舉動的可疑人士 此外,我們亦會特別關注 一些容易被人收藏物品的地點 例如消防喉嚕和垃圾桶 一些公用設施等等 其實反恐特勤隊的成立 是跟香港舉辦一些大型活動式式相關的 由2008年開始 香港是有幾個大型學部進行的 有見及此,我們香港警方在2008年之前 曾經派到美國紐約警方進行交流 因為美國紐約警方在911事件之後 成立了一支叫Hercules Team大力士隊 他專責負責在紐約市的地標位置 重裝備高支泰地是一個反恐巡邏 雖然香港受襲的風險不高 但是香港是國際大都會 亦是中西文化交集 所以香港遭受到恐怖襲擊的威脅評估 仍然維持在中度水平 不過為了應付有可能在香港發生的恐怖襲擊 香港警隊在2009年就成立了我們的反恐特勤隊 我們的職責專門負責在全香港的敏感性建築 附近進行一個高支泰的反恐巡邏 最初的時候人數有35人 但是到了2012年的1月 我們的人數已經增加至141人了 現在我們的反恐特勤隊 總共是分開三支的行動小隊 24小時後面 為任何的突發事情是作出反應的 而如果有需要的話 我們也會是第一支 擁有反恐能力的部隊到達現場 現在大家看到我穿著的 就是反恐特勤隊 一般巡邏時又會佩戴的裝備 包括有一支Clock 17的半自動手槍 胡椒噴霧 後備的子彈夾 警棍 通訊機 急救包 和一副的手扣夾 不過這些都只不過是基本的裝備 當它們有需要的時候 還會像我這樣去變身 應付不同任務的需要 現在呢 我就加配了一個防彈頭盔 防護的眼罩 一支MP5的衝鋒槍 和一件避彈衣 大家千萬不要小看這一身的裝備 我現在穿上身 它的重量應該是超過40磅 真的少一點的體能都應付不了 何沙展 可不可以介紹一下 你們反恐特勤隊 還有甚麼其他的裝備 好 我們每個同事在執行職務的時候 都會配備一套個人的保護裝備 就像你現在身上穿著的那一套 而我們需要在海上執行任務的時候 我們會配備一個防撞的頭盔 救生衣 求生刀 和一盤求生燈 而這盤求生燈的主要作用 就是方便我們同事在漆黑的環境 工作的時候 方便拯救人員 能夠可以找到我們的位置 另外 反恐特勤隊 亦都有一些高空工作的裝備 和黑暗環境下使用的工具 當然 急救的用品亦都不少 我們每輛巡邏車都會配備一個急救袋 而急救袋裏面 是會有不同類型的醫療裝備 當中包括呼吸附助器 醫療氧氣 和一部自動體外心臟去戰器 我見到了 這裡有兩把 好像斧頭型的工具 到底有甚麼用途 這兩把有鋸齒型的裝備 是我們新團隊回來的 主要我們是用來針對一些強化玻璃 而除此之外 車上亦都有各種各類的破門裝備 包括有手動和一些器械 而器械方面 我們會有一個電動的油壓剪 和一個切割器 我們在執行職務的時候 有機會可能需要強行 進入一些單位內進行搜查 所以我們會訓練隊員 一些破門的技巧 以及使用不同的爆破工具 同時我們會配合一些戰術性搜查 確保我們的隊員 能夠進入這些單位的時候 能夠控制現場 和保障現場所有人士的安全 警察監補車場 待會我們的體能訓練 我們會有以下四個動作 加上一個跑圈 加上一個跳起 由於反空特勤隊的工作性質特別 隊員有機會要長時間工作 以及穿著重型的裝備 所以隊員的體能要求是非常高的 他們會每天都進行體能的訓練 而且每一位的隊員 不論男女的要求都是一樣的 給外界的感覺 反空特勤隊其實是一個 比較男性的工作 也很幸運 經過一個輪選之後 我都能夠成為這個部隊的一份子 我們這個部隊 對於女性和男性的警務人員 的體能要求其實是一樣的 因為我們除了要應付日常的工作 外我們所攜帶的裝備 亦比一般前線的警務人員 是較多和重的 所以對於我們的訓練 要求和強度都是一模一樣的 我們在槍械訓練方面 除了會訓練我們的隊員 他們操控槍械的能力 以及射擊的準正度之外 我們亦都會模擬一個實戰的環境射擊訓練 例如是隊員與隊員之間的 火力掩護的推進 從而建立隊員之間的信心和默契 由於反空特勤隊 是以小隊的形式進行任務 隊員要互相幫助 隨時會一起出身入死 所以對隊員之間互信的關係 有時甚至乎會比親友更加深切 我和表哥本身只是很普通的親戚關係 限時最多可能大家約了 打籃球、游水、跑步 但是當加入了CTRU之後 我們兩表兄弟的感情、關係和互信 亦有所增加 來到之後是很直接的 他不明白 我一定要讓他明白 他不明白 我一定要教導他明白 那就最好 因為我和他本身的關係是親戚 變成有些事 我不需要轉彎換盤 去和他怎樣說 其實每一個人開工 最基本的心態就是 為了將會有真的事發生 所以有時變成 可能一些很簡單的訓練 甚至一些體能訓練 我們都會令自己提高自己的水平 生理反應和心理反應的準備 是要很高的 不過同樣地都要對身邊的人 有一個要求 要令他們一起達標 反恐特勤隊 作為亞洲第一支 專門負責反恐巡邏的部隊 我們會繼續發展 除了透過添置新的裝備之外 我們會和不同的警務單位 進行反恐的演練 從而是提升我們 每一位隊員的專業水平 令他們更加全面 有信心地處理任何的突發事情 早安, 先生 拿回警司進去 好 幹甚麼 下巴 青春 發生甚麼事 上 下巴 我跟著全面 上 上 開放 打開 SAMU Sir,上星期我們介紹過 反恐特勤隊的執勤情況 但要成為其中一個隊員 要求是非常嚴格的 沒錯,因為他們的工作性質 和範疇都非常特別 所以他們的輪選也充滿挑戰性 我們一起去看看 眨眼看下去 這群警務人員的服飾 和一般的軍裝巡邏警察沒甚麼分別 其實他們是肩負著一個重要的任務 反恐特勤隊主要的工作 就是預防和處理一些恐怖襲擊的事件 由於工作的特殊性 所以對每一位隊員的要求 都是非常高的 因此每一位隊員 都要經過嚴格的挑選和訓練 二十八、三二、三八、三十三 四十多名來自不同部門的警務人員 這一天特別來到船灣淡水湖煮坊附近 目的就是參與反恐特勤隊的輪選 這個輪選長達三天兩夜 大概四十小時 在中途是不會有任何指定的休息 又或者是吃飯時間的 一旦會永遠的是可以來說 好,準備好一下… 再轉… 從本當地是 filming 我們就是導演的第二項目 就是水上的測試 而在這個項目中 我們會設定一個距離 我們要一些考生 就要他們來回游三轉 全程差不多要1,500米左右 所需的時間大概差不多要過半小時 而在他們的隊伍中 我們會給一些額外的裝備 要他們去負載 要他們去帶著裝備 為我完成這三段旅程 其實為甚麼要把這個環節 放在第一個項目中 其實我們就是想考慮一些考生 在一些沒有預備的情況下 就發揮了一隊人 就要他們沒有預備 就要聽到我們的指示 要他們的職員 要怎樣去討論他們的同事 去完成他們的項目 我們要的是他們的考生 裡面的隊伍的精神 而不是他們個人的體能和能力 是否很辛苦 很辛苦 去到現在這一部分 是我們施特鎮的第二個環節 就是Long Walk 路程就會由我們大尾督 要他們每一隊人 就將他們剛才給他們的裝備 由大尾督這個位置 給我們全部 運送到NTN Headquarters總部那裡 全程大概是10公里左右 其實在這次的考核裡面 我們另外會再安排一些假槍 讓他們去負載住 其實目的是希望 剛才經過這麼辛苦的水水面測試之後 我也希望他們的考生 能夠有一個紀律性 以及他們自己也有一個專注性 去完成這次Long Walk的訓練裡面 全部進去 對不起… 大家不要以為 考生經歷一連串艱辛的考驗之後 就可以休息 其實新一輪的挑戰 已經在等他們了 所以他們也會爭取每一分每一秒 來喝水和補充體力 我們先進去… 謝謝… 這裡有20多人頭上 我要在30秒之內 和你的隊員聊天 剛才你們所記得 四個人的忍相量,好嗎 謝謝師傅 然後圈圈圈圈圈圈圈 你所記得的人 如果圈圈圈圈,還是認不完的話 我是會有 pod點的 4個… 4個… 是否有所謂的 經過五個小時的體能消耗之後 我們接下來的就是拳擊的測試 在這個測試中 我們希望可以測試到他們的決心 以及在逆境的時候 他們如何繼續有鬥志 另外,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也添加了一個記憶力的測試 在這個測試中 我們在上台前會給他們一些密碼 他們記了一些密碼之後 打完拳之後,他下了球之後 我們會問他,是否記得這些密碼 重點是希望在一個強大的壓力之下 能否保存他們的記憶力 下一節就是他們的即席演講 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希望可以看看 他們這麼疲倦的身軀情況 可否將他們想說的話 很有條理地即席地講出來 好 到了第二天 新一輪艱辛的考驗又再開始 除了一連串體能測試之外 還要接受個人和小隊形式的障礙考驗 沒事吧 沒事吧 準備 準備 二、三 而經過一連串艱辛的挑戰之後 到了晚上 已經有十多人推出了這個輪選 其實我們這次的輪選裡面 我們加插了很多的行山洋學木杖 考生門是必須要揹著他們 包括自己的個人裝備 大概有50磅 其實他們這次的測試裡面 我們主要是想測試他們的意志 合作性和個人的能力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反空特行隊的工作 是會以一個小組形式去進行的 所以他們的合作性是我們的基本要求 其實最長的行山的長征 是差不多有22公里的 其實完成他們的行山之後 他們就會回來機動部隊總部 就會進行另外一個緊接著的測試項目 包括就是一個接力的游泳競技 完成了之後 大概半個小時的游泳競技項目之後 就會要求他們揹著他們自己的測試項目 因為他們已經分了四隊人 他們需要完成他們的跑步項目 完成了之後 他們就會來到這個地方 就進行一個蛙艇競技比賽 而最快的那隊人 他們會得到獎賞 而最後當然會有一個懲罰 大家三天兩夜的努力 是大家的掌聲 好 我們返回讀勤隊去年和今年 都有搞到這個輪選 其實這個輪選 為期是三天兩夜的 現在已經是星期二的早上 看看考生有沒有這樣的決心 是配合我們這個部隊 參加我們的考生 其實都是一些正規的警務人員 無論你是男或者女 只要你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加入這個輪選 他們如果成功過完這個輪選的話 就會被邀請參加我們為期十個星期的基礎訓練 在這個基礎訓練課程裡面 其實是包括一些槍械運用 一些戰術的訓練 或者可能一些專項的訓練 包括可能一些爆破 或者可能一些戰術性的夾救 反恐特勤隊的隊員 經過輪選和訓練之後 都要經過實習的演練 沒錯 所以在下一節回來 我們就會跟大家去看看 反恐特勤隊在實地演練裡面的情況 那我們休息一會 下一節回來再見 早安, 先生, 拿回正司進去 好 除了一般的訓練之外 我們也會模擬一些事故 去測試我們的隊員 他們的應變能力、合作性 以及平時他們在訓練上所學到的知識 例如像這次的訓練 我們就模擬兩個恐怖分子 闖入一間發電廠進行破壞 前面有人躺下 阿詩、阿包, 拿去看看有甚麼事 有甚麼事 先生、先生, 發生甚麼事 中槍… 阿包, 我接著前面 深江, 開火 警察 拿去… 有 阿詩, 警察 有 好 先生, 不用緊張 現在我替你做急救 我們位置在黃厚山發電廠 開火 要求支援兩個槍手 有 警察, 警察 警察,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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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要求兵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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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給我手 大槍 雖然兩名恐怖分子已經被我們控制 但為了確保現場環境安全 我們會繼續派隊員 進行全面及徹底的搜查 警察,停 阿鐵,我們待會要去這個結束問題 做保障,先做右邊,有問題嗎 沒問題 我們基本上可以把自己學習也正常 把自己學習也正常帶去 把自己學習也正常帶去 失陪著,可以慢慢來 確保我們的隊員能夠時刻提高警覺 做好心理和生理上的準備 隨時應付任何突發的事故 看過一連兩輯的反恐特勤隊特輯 相信大家都對這一隊 全亞洲第一支警察反恐巡邏部隊的 實際執勤、裝備甚至乎選拔情況